這些container urban centers 裡面其實是包容萬有的 裡面不單是一些不用錢的服務性的東西 但是也有一些文化藝術的空間 也有社會企業的空間 這個做法的綜合性反映到 它是在每一個社區的當代生活的需要 在Liverpool 它第一間已經做起了 但是我自己最欣賞的是明言先啟用的 一個在London的North East 在東北區比較窮 它叫Camden 一個叫Arlington的一個project 這個就是 看不到的 Arlington這間屋其實是一間受到保育的屋 如果香港來說 受到保育的屋 當然Grade 1 都可以拆 但是它現在政府給了他們去做develop 意思就是Liverpool的一個角色 其實它是一個architect 和發展商 但是它是一個非物理的發展商 它這個非物理的發展商 所以它將Arlington House 改建成一個contemporary urban center 這個contemporary urban center裡面 其實它希望能夠用一個暫新的方法 可以符合到就業 教育 以及那裏居民的創意的潛質 其實它是怎樣做呢 它的空間是怎樣分佈呢 它的空間的分佈 它的類型 第一 是有training center 第二 它有很多work space 以及units 給不同的社會企業 尤其是給一些沒有屋住的 或者一些弱勢的團體 第三 它有art gallery 有exhibition space 這些其實也是給一些弱勢團體 其實他們自己去做藝術創作 它更有趣的是 它那裏會有small hotel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它是有training in hospitality and catering service 這個其實是它衛入社群去 在酒店的款待 譬如側房 做款待 侍應的 service 所以它要有一間小的酒店 當然它亦有 一些 multi-function and community rooms 最後這個忘記了 橙色的 還有 support accommodation 即是說其實是公屋來的 最後還有一些公屋在這裏 這些公屋裏面 其實是有一些床位 單位 就是給甚麼人呢 那些人其實可能是吸毒者 可能是精神病患者 是的 你會看到為甚麼 一個我們稱為中途宿舍的東西 可以在一個 art gallery 可以在一個 hotel 可以在一個 training center 和在一個社會企業 都可以包容在一間屋裏面 而呢 Novus Group 去做這件事 是Liverpool在利物浦的經驗 打平的盤數 他們是非華麗組織的 他們不想賺錢的 他們過去一年的 income Income是社會企業的 來自一陣子 我還要講一個 coffee shop 一個有機的 coffee shop 公平貿易 coffee shop 2000萬鎊 但是他們的 expenses 差不多1900萬鎊 即是說這一個 group 他們拿了一筆錢去改建 都是一些小看的 看來可以看 你聽到的 如果有天啊 那些小看 是個小看的 有天啊 你聽到的